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七十四集 小师傅 你别生气啊 我这弟弟不懂事 还请您见谅啊 老大急忙地向张凡道歉 可张凡却仍旧是冷声说道 老大 我让你停车 小师傅 你别生气啊 老大话还没说完呢 老二就把话给接了过来 大哥 给他停车让他下去 没了他又能怎么样 我还不信了 没了他 咱妈的病还治不好了 咱们这次是来请欧先生的 根本就没请这小子 就在这时 欧阳老头也是怒喝了一声 老大 停车 我要下车 听到欧阳老头这一声怒吓 兄弟两个人当时就傻眼了 不仅是面面相聚起来 欧先生 我不是针对你啊 您别生气啊 你是没有针对我 我告诉你 没有这位兄弟 仅凭我 你妈那病治不好 放我们下去吧 你现在不放我们下 等到了地方 我们自己一样可以回来 听到欧阳老头这么一番话 两人顿时麻了转了 这可咋办呢 老大一脚刹车 把车子停下 扬起手来 便给了老二一个大嘴巴子 那声音响得厉害 老二的嘴角 瞬间便窜出了大量的血迹 哥 你怎么打我呀 打的就是你 说完 老大再次又给了老二一个巴掌 两位先生拿上脸过来 是看得起咱们 你这嘴瓢的 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 你厉害 你把妈的病给治好啊 老大大声地呵斥 马上给我滚 自己走回去 不是 哥 我让你滚 自己走回去 老大又扬起手来 做事还要给老二一个巴掌 我滚 我滚 说吧 老二急忙下了车子 我自己走回去还不行吗 欧大师 小师傅 我已经把我那不懂事的弟弟给惩罚了 还请两位不要见怪啊 尤其是小师傅您 老大满脸的祈求 看向了张帆 小师傅 我妈可还等着您救命呢呀 说到这里 老大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泪水 张帆看了他一眼 摆了摆手 走吧 去你家 哎 老大急忙硬了一声 擦干眼泪 一脚油门下去 车子便窜了出去了 而后视镜里那徒步前行的老二的身影 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他约半个小时 几人变到了城郊的王家庄 这个村子和张帆所在的村子 房子倒是差不多 都是平定房 不过 比张帆所在的村子要发达一些 下家户户 家电设备都是很齐全的 这城边上的房子 就是和山沟里面的村子不一样 车子停在了一间老平房的门前 这平房是独一户的 左右两边都没有什么邻居 三人下了车之后 老大推开大门 请张帆和欧阳老头进屋 院子里长了不少的草 一看就是很久没有收拾过了 在正屋的门框上 还挂着乌丝灯 由于现在是夏天 乌丝灯下布满了重影 忽然 房间里面传出了一声大喝 破 听到这一声大喝 两人不禁向着冬子的房间看去 却于那玻璃很久没有擦了 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两人也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具体情形了 老大快走两步 走进了屋子 张帆和欧阳老头对视一眼 也是跟了上去 老大聊起了东边正屋的门帘 张帆和欧阳老头 也看到了房间里面的情形 在那房间正中央 白放着一张木桌 那木桌上面白放着一个香炉 香炉上插着三个小拇指粗细的香 香炉左侧是一个瓷罐子 瓷罐子里面装着一罐子的糯米 右边放着一个大碗 大碗里还装着一碗狗血 在木桌后面 则是站着一名身穿黄色太极八卦刀袍 头戴倒灌的中年道士 道士手中正拿着一把桃木剑横在胸前 口中正是念念有词地念着口诀呢 哎呀 张兄弟啊 今天这真是意外啊 欧阳老头满脸尴尬地看着张帆 他好不容易把张帆请来 路上发生的事情已经让他感觉很对不起张帆了 现在又有人在他们的前面做起法来 这让欧阳老头更加是觉得羞愧难当了 看到这个情况老大也是颇为难为情 他很不好意思面对张帆和欧阳老头 老大急忙进屋 到了他妹妹身边和他妹妹说了两句 便是拽着妹妹走了出来 快 你跟两位大师解释解释 两位大师 不好意思 我哥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让我回家一趟 听声音挺急的 我问他有啥事他没说 我就更担心了 所以我便给二哥打了个电话 我二哥就把我妈的事告诉我了 屋里那位大师是我婆家他们村的 周围十里八村遇到我妈这种情况都会去找他 所以我想都没想就把这屋里那大师带过来了 不好意思呀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我大哥他们去找你们了 三妹满脸的歉疚之色 她也知道 这样做会让张凡和欧阳老头颇为难堪的 哼 老二这个闹祸 老大恨蝶不成钢地骂了一句 我都跟他说了 让他别告诉你了 张凡听完了 却是微微地摆了摆手 没事 如果这位道长能把你母亲的病给治好 我们就省事了 如果治不好啊 我们再出手吧 听到张凡这话 老大和三妹的脸上都是浮现出了一抹感激来 急忙回道 多谢小师傅 多谢小师傅啊 谢谢小师傅 谢谢小师傅 客气了 你们进去看看你母亲吧 我和欧阳先生在这孤岛屋里面坐一会儿 老大急忙给两人搬过来两把椅子 一边搬着一边对张凡和欧阳老头是连连道歇 然后便慌忙进了屋子 毕竟他实在是担心他的母亲呢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小张兄弟 行了欧阳老头 你知道我够意思就行了 张凡说着又看了他一眼 以后啊 别口口嗦嗦的 多请我喝几顿酒就成了 张凡留下来 完全是看在欧阳老头和那个老大的一片笑心上 要不然 他早就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